這個梗呢 說起來很難 但是其實做起來也不難啦 梗好不好笑 是你才會知道 你的客戶才會知道 你在找梗的時候 你要找只有你有的特色 在內部跟外部的交集之後 那我們怎麼來看流行的梗 比如說怎麼從網路跟新聞 然後把這三樣東西再結合起來 你才會是又能夠宣傳到你的特色 消費者也會感興趣 然後他還跟得上你東西 你如果只依靠這一些搜尋引擎來找關鍵字的話 你無意是大海撈針狼 所以我們至少什麼最流行的東西 新聞是最快的 那大家說新聞那麼多 那我們怎麼開始找 我們通常會去參考 要去找出哪一些新聞網站 是流量最大的對不對 那流量最大的不會騙人嗎 那表示看的人多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了解 原來這些特定世代的特定族群 他在想什麼 他為什麼要這樣表達 歡迎大家看 有機會 我們好看 各位久不見 我們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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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我們好看 我們好看 我們可以來